2021年考古队员在大同发现北魏古墓群 仿墓石果内满是浮雕彩绘 墓主人究竟是谁 隐藏在文物之中的名文 是否能解析墓主人身份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 修复千年浮雕彩绘石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山西省大同市 地处晋、济、内蒙古三省区交际 是全境之屏障 北方之门户 2021年按照大同市最新城市规划区域改造要求 勘探队对大同市平城区开园街一带进行考古勘探 随后考古队员在开园街上滑居棚户区发现古代墓葬97座 根据墓葬行制和出土器物 考古队员判断该墓葬群为北魏时期墓 出土器物都是北魏墓上经常常见的最典型的北朝时期的东西 基本推断该出墓地是属于北魏时期的一个公共墓地 然而让考古队员没有想到的是 当发掘工作进行的平城区芝加古村西北部时 在地势北高南低呈坡壮的位置 竟意外出土了一座带前廊的仿木构浮雕彩绘石果墓 石果上色彩鲜艳客工精细的墓主人生鲜图 持帆引路羽人图 鼠头鸟身以及牛头鸟身神绣图等多组图案精美至极 其中位于石果南壁外侧的两幅身着异域服饰 坦胸鹿腹 赤足 手握三叉戟和五节金刚锤的正面武士图最具异域风情 使整座石果充满了神秘色彩 这件珍贵的浮雕彩绘石果背后 会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出土北魏浮雕彩绘石果的墓葬为M57号墓葬 墓葬为长斜坡墓道 方形石果墓 作北朝南 石垢封门将墓葬分为墓道和墓室两部分 浮雕彩绘石果位于墓室中央偏北 石果又称石堂 石室 是中国古代一种仿墓构建筑的石制藏具 石果原于东汉 流行于北魏 东西魏和北齐 北周 直到隋唐仍兴盛不衰 公元386年 出身仙卑族的拓跋归称帝 史称北魏 拓跋仙卑进入中原建立政权之后 迁徙打破了地狱的界限 进而形成了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局面 随之各种文化也相互交流和碰撞 最终促成了大融合 而仿墓结构的石果就是融合之下的一个例证 表现之一就是藏具级别提高 很多达官贵人逝世后 专门制作殿堂式石果藏具 与前代石藏具相比 石果外形与北魏木构建筑更为接近 因此石果藏具深受推崇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北魏玉池定州的石果 它的整体外观造型 是我们汉式木构房屋建筑的外观造型的体现 而石果当中 眼前的这座玉池定州石果 现存大同市博物馆 2010年9月 它出土于大同市阳高县上泉村 该墓葬石果为沙岩置地 仿墓结构 石果前廊有廊柱四根 柱头上承托仿墓柱头铺措 民间设门杜 吾门 以封门石封堵 在石果的封门石上 考古队员发现刻有名文 大义为北魏泰安三年 也就是公元457年 墓主人名为玉池定州 官至自始 然而 它的石果上既没有浮雕 也没有彩绘 1997年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首次在南郊芝加谷 抢救性发掘出土一座 北魏石果后 吸引了学界注意到北魏石果 多达近20座 但大多都是无雕刻 无彩绘 无彩绘 无济年的三无石果 以前大同地区也发现了不少 这个北魏时期的石果木 有的有彩绘 但是没有浮雕 所以此次发掘的 这座北魏浮雕彩绘 石果木 是目前大同市发现的 最漂亮的 也是 不管是文物价值 还是研究价值 都是最高的一座石果木 平城区 志嘉谷村出土的 这座浮雕彩绘石果 在地底下 已经埋葬有1500余年 历经地下泥水的浸泡 腐蚀之后 砂岩置地的石果上 早已产生病变 因此石果一经出土 便立刻被送往大同市博物馆 以便所进一步保护修复 2021年9月15日 重达2000千克的 北魏浮雕彩绘石果 终于在十几名搬运工人的 努力下 陆续搬迁禁管 我们馆对彩绘石果的 管理要求很严 为了防止 彩绘石果的病害 进一步略化 我们将它搬迁回馆以后 保存于低氧痕石库房 因为低氧痕石库房 相对于我们其他的库房 它的密分性特别好 然后就可以实现 温湿度的精种调控 为了确保这件珍贵的石果 可以长久保存 在其进库后的次日 大同市博物馆的文物修复专家们 立刻提取石果进行检查 曾参与多个省级以上文物保护修复项目 经它修复的文物 被评为一级文物的多达数十件 考虑到浮雕彩绘本体 容易因环境变化而受损 它立刻对石果本体进行检查 浮雕彩绘石果本体 主要由八块果盖 一根横梁 七块支撑板 四根八边形狼柱 和若干底座拼合而成 浮雕的彩绘部分 主要集中在七块支撑板上 由于墓室内曾遭受过洪水的侵袭 支撑板的表面 已产生多种附着物 因此宋志辉需要 对不同区域的附着物 进行检测分析 再根据检测结果 对不同位置进行相应清理 咱们先看的时候 其实先看的是什么 先看石材本体 先在石材本体上面 看看它有什么变害 这种材质叫纱岩 灰纱岩 灰纱岩的特点 其实都是封层的 咱们主要灰纱岩的变害 一个就是裂溪比较严重 缺湿比较严重 所以咱们看看主要就是裂溪 裂分这些 这是两块支撑板上的驰帆引路 羽人浮雕彩绘图 这两块支撑板被分别立设在石果的东壁与西壁处 正在修复的这幅羽人图位于西壁上部 羽人头戴观世 性眼低垂 身着胶领树衣 短裤 在它的背后还彩绘了一对玲珑小赤 羽人的身下有一只高颈白虎 从画面上看 这只白虎身体鲜长 鹿鹿兹牙 前足抬起悬空 后足呈前径状 似乎正在行走 羽人 一种戴着翅膀的中国古代神话飞仙 最早出现在山海经 相传 在墓室中绘制羽人非仙图 即可获得羽人的帮助 被隐魂升天 处辞远游中就曾有 走到羽人非仙们居住的丹丘 即可留在长生不死的仙乡之说 这一件直翻引路羽人浮雕彩绘图 并无本体保存状况基本良好 并无大碍 由于彩绘面的附组物比较多 它们还需要仔细清理 但是其他的浮雕彩绘图 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墓主的奢歇图 它是在墓室的后边上 当时因为墓室里边它是 因为有淤泥 上半部分是没有的 但是上边它的墓主的奢歇图 也出现了一些彩绘脱落的现象 我们针对这种它上面的脱落 我们会及时对其做加固处理 下半部分是有淤泥的 对泥土附着物 我们要尽快地清理 如果清理的不及时 湿度可能下起以后 它这些泥土附着物 就变成了盖制盐 会更坚硬更难清理 最后对彩绘的体现有很大的影响 正在清理的这幅墓主人生鲜图 它在浮雕彩绘石裹的一块主板上 在它的壁面上 尤其在边角处 除了淤泥外 还有许多不明白色附着物 这些白色附着物 不仅覆盖了壁画 也使其质变褪色 从而导致浮雕彩绘 失去了美感 此时它急需清理 但在清理之前 宋志辉需要 对这些白色附着物 进行检测 刚才我们打的那个白色的物质 你看除了氧之外 金属钙元素多 碳元素多 结果我们检测 现在的这个白色的填范物质 是石灰 用白槐填范 它主要就是用来 墓葬里边的防水 除巢 沙均 这些作用 因为它长期处在这个地下 可能因为水分的迁移 它就发生一些流淌现象 就流淌到咱们彩绘表面上 或者折到这彩绘表面上 导致彩绘会发生褪色 变色现象 所以我们要把它清理掉 但是要 还要同时要保证 它白灰的填范那个合计 白灰又叫生石灰 生石灰在水溶的条件下 逐渐变成熟石灰 熟石灰 长时间与空气接触后 最终会变成坚硬的碳酸钙 因此 清理工作变得极为复杂 以宋志灰为首的修复专家们 在做石果清理工作时 不仅要保证浮雕彩绘的完整性 同时 它们还要保留住 石果白灰填缝处的原貌 对它们而言 这是一项技能挑战 宋老师 过来一下 过来看一下 这个 这块怎么抠不动 这个比较坚硬 在牧主人生鲜图上侧位置 修复专家发现了一块 无法剔除的白色附着物 是吧 那这样吧 就在这做个石叶块 去用二叶把它贴护 贴护的时间长一点 看看它软化效果怎样 一千五百多年前 古人在营建石果时 用白灰填缝 在水的作用下 陈年的白灰反复扩散 熨染 附着在彩绘壁面上或石果上 形成坚硬的碳酸钙 令清理工作变得异常困难 为此宋志辉决定 对白灰形成的固状物 采取针对性的脱落试验 确保浮雕彩绘石果表面图案的完整性 它们将溶液滴至棉片 在附贴在附着物上 期待其软化 冯老师 你看这个 附贴的效果 还是不行 一样的 你看 是吧 还是不行 不行就再换上一个 这次它边上再做一个 再做一个 用配方溶液再去做 附贴二十分钟 再做个十页块 再看看那个效果 这一次 配方溶液中含有弱酸 弱酸可与碳酸钙产生反应 最终达到软化碳酸钙的效果 在修复专家的操作下 配方溶液已经贴附在彩绘壁面上 半小时之后才能看到效果 与此同时 另一幅浮雕彩绘震 镇木武士图修复完成 浮雕彩绘震 镇木武士图 位于石果南壁外部的东西两侧 在石果上 这两幅镇木武士图上的浮雕彩绘 最为清晰 它通体 用红 黑 粉红 白 四色勾勒而成 图中的武士双目怒瞪 面貌猙獰 卷发 身着异域服饰 坦胸怒腹 赤足 在他们的手中 各持有三叉戟和五节金刚锤 整体形象凶猛而威武 充满异域风采 石果南壁外侧的武士图 它所持的三叉戟 五节金刚锤 以及它的大背头发型 还有独鼻裤等 都是异域佛教里面的一些东西 它是受南亚佛教因素 影响的比较大 墓葬中为何会出土 如此罕见的浮雕彩绘 这座石果的墓主人 又会是谁呢 在修复彩绘的时候 修复专家不禁想起 大同以前的一次考古发现 2011年 在一处建筑工地上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抢救性发掘出土 为一件精美的彩绘石果 石果成仿木结构建筑形式 由五殿式顶盖 果室和基座三部分组成 尽管石果在出土时较为散乱 局部位置还出现了严重的残尸现象 但石果上精美的石雕和壁画 立刻吸引了现场考古队员的眼球 尤其是石门上的嵌入式高浮雕 威猛雄壮 多多逼人 该石果经大同市博物馆 长达四年的修复后 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根据石果外册提记记载 该木物主人为北魏名将 牟德祖之妻张志郎 在北魏 彩绘石果造价昂贵 仅适用于官僚阶层中的部分人群 那么 这座石果硅脂 远高于将军夫人的 至家补石果的墓主人 他会是谁呢 他又会有着怎样的身份 此时 贴肤在牧主人生鲜土上的 配方水溶液 已经起到了作用 看个日子 效果是不好点 效果挺好的 软多了 但是可能它下面还有一层叶的 咱们切里的时候 这就是一层一层 软一层 接一层 软一层 接一层 切到把它完全的黑色了 按照目前的清理方法 修复专家用一周的时间 才能清理0.5平方米至1平方米 这就意味着修复专家清理一块完整的彩绘壁面 至少需要近30天 这只是前期的清理工作 随后的彩绘加固 封户等其他工作 依然繁琐而漫长 这个过程中 比较乏味 比较辛苦 当我们把所有附着物清理完以后 会看到一个更清晰的样貌 这时我们就会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没有白费的 是值得的 正在修复的这幅牧主人生鲜图的主板 长约1.83米 宽约1.3米 厚12厘米 总重量约为250千克 石裹上浮雕彩绘的牧主人 头戴黑色官室 着胶领上衣 宽袍广袖 双手隆于袖中 其背后浮雕彩绘的双翅呈上扬状 整体画面形象生动 刻功精湛 整座石裹上的彩绘以红黑白色为主 虽已在地下千年 但色彩依然艳丽 就在这时修复专家再次发现了新情况 你看我发现在清理清理当中发现这块 就是这块白色跟这块白色就不一样 你看它好像就是钻门就是做上去的装饰 颜色和铁像 对你看这块 在牧主人生鲜土中的翅膀上 修复专家发现了几处用黑色线条勾勒出来的圆圈 圆圈里有着白灰一样的点状物 肉眼观察 它与之前发现的石裹填缝处的白灰并无不同 但是这里的白灰却没有发生熨燃等情况 这是怎么回事 咱们还得测一下 测一下 把它这儿跟这儿去对比测一下 看看咱们就用咱们的颜光 用颜光去测一下 从圆树上分析一下它是不是一个东西 你看它基本上 经过检测 画在牧主人生鲜土中翅膀上的白灰圆点铅含量较高 修复专家判断其应为铅白 这对那个白色点我们检测完以后 它是千白 也就是当时女性用的买白产品 胡缝 这个胡缝的发现 也反映了当时牧主人生前对生活的追求和讲究 也是它身份地位的一个象征 种种细节都表明M57号牧丧的牧主人生前是一位极其考究的人 那么牧主人会是谁 有可能是一名女性吗 此时一根带字的郎柱提供了重要线索 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一块就是北魏浮雕彩绘石果 出土的四块郎柱里边的其中一块 它是唯一一块带字的郎柱 我们现在又对它进行清理 让它字体更清楚一点 八边形郎柱位于石果前郎共有四根 郎柱上乘一斗二生谷 上街八边形郎船承托岩顶均屠珠 其中在民间西郎柱位置 考古队员发现了两列文字 这上面会记载哪些有关牧主人的重要信息呢 由于石果为灰质沙岩 仅千余年地下泥水的反复冲刷后 不仅郎柱上的字迹需要清理确认 也导致灰质沙岩体脆弱不堪 因此清理郎柱上的字迹工作变得非常艰难 稍有不慎 就会导致字迹受到二次破坏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根带字的郎柱 宋指挥决定 对郎柱上的字迹进行激光清理 那最后咱就是 就是针对这一块字没彩的地方 用激光再比较好一点 据考古资料显示 在大同市已发掘出土的 近二十座北魏石果中 只有杨高县王冠屯石果墓 玉池定州石果墓 谢兴石果墓 张智朗石果墓 宋少祖石果墓中有准确的纪年 其他大部分石果墓中不仅没有纪年 甚至连雕刻绘画都没有 因而 这一次出土的浮雕彩绘石果 不仅突破了以往的考古发现 更难得的是 它还有准确的纪年 其价值不可估量 也正因此 宋志辉的修复工作变得异常重要 经过一周的努力 郎柱上一侧的未卑体名文终于变得清晰了 好了 大家来看看 清理完了 来 维 大 在 太安二年 对吧 这个字是 这是个什么字 这是三点数 这是三点数 三点数 一个妹 对吧 经清理 明文共有两地 首列为 为大代 泰安二年 岁寺秉身 正月丁亥 朔念三日 已有故 按照明文中的意思 牧主人死于北魏泰安二年 也就是公元四五六年 按照郎著明文记载 牧主人死于公元四五六年 那么明文中提到的另外一个字 究竟是什么字呢 它会是牧主人的名字吗 这说怎样了 查到一个相近的吧 它也是就是 通那个凉点水的那个凉 通两点水 那就是凉 凉江 咱们现在查到 那就是凉江 可能是 经过几番查找 宋志辉等人 查到了通甲字 凉 根据明文记载 他们初步判断 凉江将军 应为牧主人的官职 那么 另外一句明文里的内容 又会是什么呢 故凉江将军 福分太守 怀里男 雍州福分重 怀里县名 吕旭十五一去 他叫吕旭 是陕西福分人 这个人的官职是 临江将军 福分太守 而且他有爵位 他是怀里地区的 一个男爵 这就说明 吕旭在他们当地 也是一个特别有 声望和地位的人 原来牧主人名叫吕旭 是魏晋时期 一位既有爵位 又有官职的人 但是吕旭 作为一名陕西人 为何葬在山西呢 当时北魏民族 大迁徙十都 吕旭就是 可能是迁移人口中 一个小团体的一个首领 据M57向南有个十多米远 也出土了一块专名 专名上记载的这个牧主人 是徐州人士 我们据此推断 该处墓地 可能是北魏外迁 入平城的一处 大型公共墓地 据史料记载 自北魏道武帝拓跋规 建立政权 迁都平城之后 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士 在此定居生活 民族融合与交流 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 吕旭由外地迁入 最终埋葬于此 也属正常 大同市平城区 至家补村 北魏浮雕彩绘 石果墓的清理工作 持续了近两个月 考古队员根据牧主人的尸骸 确认该墓为夫妻二次合葬墓 因此墓葬中出土的遗物数量较少 其中石灯 幼桃壶 桃罐 桃壶弃具 较为完整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 这是大同市第一次发现 浮雕彩绘石果 果室内雕刻的牧主人生仙图 导影图 四神图 异域镇木武士图 其背后究竟还有哪些寓意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但目前 该浮雕彩绘 确为反映东西方文化交流的 食物资料 也是古代大同丝绸之路文明的 精美食物证据 在大同市博物馆 以宋志辉为首的修复专家们的努力下 浮雕彩绘石果中的部分图案 已经恢复了往日神采 但是 在这根刻有名文的八边形狼柱的顶端左侧 有一处严重缺损 因此 它的修复工作仍未结束 今天 宋志辉特意为那根极为重要的 篮柱缺失部位 赶到郊区 试图找到一块合适的沙岩石 作为断面的修补材料 这里可以有好多小块 咱们找找看看有没有咱们补坏的小面积的地方 宋老师 看看这块 这块行吗 这块还挺厚的 这块不行 你可以有裂缝 它强度整体不够 咱补上去 它成不了力 受不了力 再找找 不行 再往里走 看有没有它刚出来的座石头 雪橙你看那个那儿塌完的里边 几经寻找 他终于在一处断壁上 发现了比较满意的沙岩石块 哎呀 这里边有块 但是拿不下来 这块还行 你看 这块 这块够咱们那个巴朗柱正好上面那个缺的那一夹 把中间把它表皮削了 你看厚度这么厚 嗯 咱最后就这么方方一个 有个芯啊 最后一出芯走出来了 好 把这块带回去吧 宋志辉根据狼柱顶端缺湿部位的尺寸 用切割机采取合适的石料 随后 随后再用钻子 蘸出所缺部位的茶口形状 由于狼柱本身有色彩 宋志辉在下料之后 还需要对石料的颜色做相应的处理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新旧如一的效果 这就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呢 在整个保护修复过程中呢 要耐心 用心 细心 最大程度的延长才会石果 它文物寿命的同时呢 最大化地保留它们所反映的信息和价值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至今 大同出土石果木 在大同地区 先后发现和发掘出土 仅二十座 大多数为北魏太和初年以前的木丧 这些石果形式多样 风格各异 其中部分石果均雕刻精美 在绘画上生动写实 它们是中原文化 游牧文化 西亚文化融合的重要产物 也是反映 古代大同丝绸之路文明的精美食物 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科研价值 也正因此 石果的修复工作极为重要 如今 在宋志辉的努力下 浮雕彩绘石果的修复工作 已经接近尾声 修复工作虽然暂时告一段落 但隐藏在这些文物身上的诸多谜体 仍等待破解 怪异奇特的牧主人生仙图 个性实俗的羽人浮雕 充满抑郁风情的振物武士 这些图案的背后 到底还有哪些神秘的故事 在不久的将来 考古队员或许能够找到 这些问题的答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